华为今天在上海举行了2017全连接大会 华为轮值CEO郭平在现场折扭 华为将长期投入公有云和合作伙伴打造世界上的五朵云 在华为云的商业模式方面 我们选择的是靠技术和服务变现 不靠用户数据变现 这是华为和传统的互联网模式的最大区别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IDC的数据 2016年中国公有云IAAS基础架构及服务市场总容量为100亿元人民币 份额排名前四的厂商分别是 阿里云营收40亿元占比40.67% 中国电信营收8.5亿元占比8.51% 腾讯云营收7.3亿元占比7.34% 金山云营收6亿元占比6.02% 而华为并不在列 在场景应用方面 本次大会中的一大亮点是首次实物展示了汽车行业的智能制造完整流程 包括从个性化定制 设计开发 计划分析 车间生产 数字化营销 到预测性维护 整个环节中就重点应用了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 如果我想选择不同颜色的外饰 我可以直接在系统里面点击红色的车型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车型 那么就可以跟着你的这个要求去提交生产